原标题 参谋长等职,抗日战争时期,任八路军禁察纪军区一军分区司令员,独立师参谋长,解放战争时期,1945年11月4日,任禁察纪第二野战军第八重队司令员,黄授发出身贫苦,有时给地主放牛炭山,做过移工,参加红军后,作战勇敢,立过不少战功,抗日战争时期,被分配到禁察纪, 军区任职,是聂工身的得力助手,抗日战争后,曾任分部参谋长,分区司令员,日本投降后,任纵队副司令员,后调任冀中军区参谋长,黄授发参加革命纪二十年,曾在作战中复过伤,对革命是有过攻击的,但由于学习不努力,政治不开战,习军法主义作风, 因打骂虫制等,受过批评与处分,习军法主义个人主义,一直发展到最后成为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,黄授发于1947年农历正月初二,在和江黑马张庄,一手枪杀害齐齐和阴,和阴连中三枪,当即身死,只已怀孕数月,原因,黄授发于1946年秋, 与他小孩的保姆丹杰伦友人,因此与和阴关系日趋恶化,和阴,天津靖海人,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,1938年投身革命,后被组织上派去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,任冀中军区电台报务员, 1939年惊人介绍,同黄授发结婚,1945年抗战胜利后,任冀中军区电台指导员,和阴过年返回黄授发处,黄授发因与保姆丹杰英恋爱情热,急需以谋害,于农历12月30日,曾受益骑警卫员边镇海打死何阴,边镇海当语拒绝,定家解决,黄授发并未因此毁入, 反将边镇海训斥,正月初一用以威胁手段,令边镇海不得生长, 初二,当和阴回电台时,急亲手将和阴枪杀,黄授发身为革命军人,为满足个人私欲, 近亲手杀害自己的妻子,并使为出生的胎儿童遭毒手,此种犯罪行为充分表现其恶劣的军阀主义, 与自私自利品质,亏裂残忍,绝灭人性,实为革命军技法技所不容, 黄授发犯罪后,由不坦白认罪,反而多方辩解,企图搅来, 今一年多真讯,证据确凿,是无法抵赖,直认不讳, 黄授发所以犯下如此罪恶,时因自知功劳之位,为所欲为,目无法纪, 其结果必然使革命受到损失,同时毁灭自己, 因引为全军严重教训,为了严伤法纪,教育全军,决定处该犯以死刑, 执行枪决返回邹虎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